欢迎收看105年7月23号星期六的港都新闻 我是主播赖以昌邦 由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主办的幸福区里一日游 第四站来到南子区 来自各地市民在导览人员解说之下 深入畅游南子区的景点 南子区长王家东也特地到场 赞许青年港都秉持在地企业回馈地方的精神 让市民认识所居住的家园 而参观的民众也对青年港都的行程安排感觉很贴心 真正让他们看到不一样的南子区 一早天气晴朗参加南子区一日游的民众 兴高采烈地来报道 并且坐上游览车要展开一天的行程 拜拜 第一站来到市定古迹南子天后宫 在导览人员仔细地解说之下 民众从镇殿上的古匾才知道 南子天后宫已经有250年的历史 而且整座庙格局对称小小精致 民众欣赏了焦纸陶和砖雕等作品 收获满满 很难得越南自我没来过 所以这次来的话很新鲜 学院的地区比较很少人在解释 而且如果不太懂也曾问庙公 那有时候他们也不见得会知道 不过这次是解释得很清楚 我们很喜欢也很高兴 接着来到清风里社区 循着里长和社区人士规划的 清旅行路线 参观供奉清水祖师爷的清福寺 大小朋友也在庙前玩起古早童玩扯铃 在协货人员指导之下 大家都玩得不一乐乎 好玩 没有咧 第一次 对啊 有感觉哦 对啊 还可以啊 有空到我们土库来玩 因为我们这地方也有古迹 也有人文 也有很好的一个环境 也有我们很漂亮的一个环境 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些人 大家都很欣赏 我们这段时代是蛮多的啦 你也可以做点 也可以做点啦 另外还到点宝西旁 认识台湾原生种古林树 以及高雄第一棵大的生态池 让大小朋友对南子区的人文古迹 和自然生态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好多鱼 好多鱼 可是这个鱼可以吃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那只泡在废水污染里面 原来这西以前是什么时代建的 然后经过整治之后 它是怎么样破坏生态 让我们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大家来关心一下 这个生态的发展 我们的天后宫 还有我们的杨家古厕 这个历史的一个古迹的这两个点 我想也都是让我们很多的市民 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点的一个巡礼 能够了解我们南子 我们的一个这样文化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内涵 南子区拥有丰富的人文历史古迹 在地方人士细心维护之下 生态环境也维持得相当好 青年港都有限电视举办区里一日游活动 让民众放慢脚步深入地方 了解每个区里的特色 进而爱上高雄 青年港都满此一日游 新疆无情投 港都新闻李正道 赖长邦采访报道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将打造左营中山堂 成为台湾戏曲中心南馆 计划在年底进行馆内一体设施的发包施工 而这两天特别邀请左营 岡山等北高雄的布袋戏团 歌仔戏团和艺剧团等轮番演出 希望用热闹的戏曲表演炒热气氛 带动戏曲难管的艺文风气 想要学习布袋戏如何操作戏偶 或者学习歌仔戏力甩坊间的特技 这里都有专业的戏曲老师现场教导 我们这个道具是有特别设计过 里面有一个圈圈 那你在转的时候可以稍微转一下 那手伸进去 这样帮助民众能够更快地成功 或是到后台向乐师学习敲锣打鼓 还请老师在脸上画上油彩穿上戏服 到台上准备粉末登场 来个骨精交错的穿乐剧 好像回到古代 像年轻剧的穿乐剧一样 从现代穿越古代 等一下再从古代穿越现代 很好玩 因为每一摊的性质都不太一样 然后他们人也都很热情 然后你可以体验到很多 平常你体验不到的东西 像是画脸 然后那是平常画妆画不出来的东西 这是文化部传统艺术中心 在台湾戏曲中心南館 也就是左营中山堂 举办两天的戏曲欢乐送活动 除了让民众体验戏曲表演之外 还邀请了左营 钢山等北高雄的 布袋戏 歌仔戏和玉剧团 轮番演出 并且宣告剧场设施即将发包施工 因为它是历史建筑 也是整个文化景观 我们就已经目前都已经通过了文资审议 在做整个规划 那预计在年底可以整个发包 然后到了108年就可以以新的风貌 来跟各位乡亲来碰面 我觉得很棒啊 这样可以让戏曲 不同的戏剧在南部有更多的发展 然后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他们 就是不错把文化保留 才不会让很多旧文化跟好的文化消失 所以给他一个赞 左营中山堂原本是作为海军官兵 及眷属欣赏电影 观赏戏剧表演的文康场所 60多年过去了 曾经一度荒废的场馆将再度复活 希望用热闹的戏曲表演 将左营中山堂的历史风华再度找回 港督新闻李正道 来以长帮采访报道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 与跨国医疗公司正式签订医疗促进合作备忘录 期待透过双方的合作 在充足的研究经费和资源之下 研究出更安全又有效又先进的治疗方法 加会全球患者 医疗科技的进步发展 深深影响人类的健康跟寿命 有鉴于此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 18号与跨国医疗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 期待透过双方资源互相 共同研究出安全精进的治疗方法 加会全球患者 我们从医疗能够再走到预防 这个是需要更多的投入 那当然包含公司对我们的帮忙很大 让我们能够有足够伦力去做居家的照顾 去做微教的一个服务 那也对社会大众来宣导 这样的病是一个 虽然那是很严重的遗传性疾病 但是它可以治疗 它可以小孩子可以过得很好 就跟正常人一样 学术研发的精进 病患生活品质的提升 及医院管理的落实等等 都是解除医学中心不可或缺的条件 高医长期投入医疗研究 希望透过跟跨国企业合作 开发出更新的治疗方法 希望也透过跟外部博伴如高医 这样棒的医院 跟我们有机会在一些药物的研发上 可以跨入一个新的境界 所以也期待不只是在药物研发 另外也在所谓的社会责任这一块 我们也期待可以走到医院 然后提供更多的 Life Science的一些教育 给我们的医院的儿童 所以期待我们可以跟 回归给社会更多的医疗资源 打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具有丰富临床教学经验的 高雄医学大学 这次跟拥有153年制药历史的 跨国医疗企业携手合作 除了象征与世界接轨外 还能掌握国际研究发展趋势 共同造福全台 甚至全世界的患者 港都新闻吴炳元罗绍军采访报导 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 2016巴西里约奥运即将登场 总统蔡英文中四特别南下 左营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 亲自为我国的奥运代表团授旗 并且制赠每个人20万元的加菜金 蔡英文还加码送出大礼 表示未来会增加体育经费 像是选手出国比赛 坐飞机可以搭商务舱 此话一出立刻引起现场 挥舞着中华民国会期 蔡英文总统亲自授旗给奥运代表团 要在2016里约奥运 为台湾夺下最佳成绩 也办发选手每人20万的加菜金 由举重国首许淑静代表接受 在世界上体育竞技的最高殿堂 我知道各位已经备战很久 今天我也要特别到国训中心来 帮大家加油打气 黎月奥运就要在8月5号举行 台湾选手分散批陆续出发 这次奥运台湾获得18种运动种类 59席参赛资格 共137人的代表团 包括得奖希望浓厚的 跆拳道 举重 射箭 还有首次取得奥运门票的码数 总领队也很有信心 面对过去台湾体育资源不足的声浪 蔡英文也承诺台下国首要建立完善的体育环境 明年企业将投入比以往还要多的经费 引来台下掌声四起 过去我们投注在体育发展的资源不够 所以明年体育经费 就要比今年增加10%以上 我们再照顾 接着再说到未来参与国际赛事 避免舟车劳顿要让选手们都坐商务舱 又引来一阵欢呼 未来参加国际重要赛事的选手跟教练 都以坐商务舱为原则 能够在奥运殿堂上与全球好手一较高下 不仅是所有运动员最高的期待 也是国家的最高荣耀 台湾在2016里约奥运的成绩 全民都很期待 港新闻交往陈丽婷采访报道 骑单车环台一圈考验体力和意志力 对弱势孩童来说更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不过中华民国附用关怀成长协会 就带领了13位弱势孩童 展开13天的单车环台之旅 周四他们特别来到了高雄市政府 市长陈菊送上点心和水 为他们加油打气 环台第四天 小骑士的脸都晒红了晒黑了 陈菊市长看了很心疼好不舍 不过也勉励小朋友 学习为追求梦想而努力不懈的精神 那么长的时间 骑自行车要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梦想 然后一定要去完成它 这样的意志跟精神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佩 这群小小单车骑士 最小的只有10岁最大15岁 他们突破年龄和体力的限制 为了兑现对父亲的承诺 或者是为癌末的阿公祈福 靠着双脚踩踏 以破风的精神面对这项挑战 毕业之前要还导一圈 就得癌症 然后就希望他可以活久一点 哥哥换尿布 我就帮忙断水什么什么的 非常的瘦小 就是营养没有那么的充足 所以他的胃口真的很小 所以他就是体能上 没有像其他哥哥姐姐那么充足 所以他这几天骑起来 还算还蛮辛苦的 这是中华民国 附用关怀成长协会 举办的单车环岛工艺活动 号召了13位弱势家庭的国中小学生 和6位国内外志工骑士 一起从台中戳发 以逆时针的方式 展开13天的环岛旅程 其实要环岛对他们可能是一辈子 可能都没有办法完成的梦想 所以我们第一个帮孩子圆梦 第二个因为在骑车过程当中 其实很辛苦 太阳又这么大 其实我们就是在培养孩子坚持毅力不放弃 因为我们要协助他们脱离贫穷 如果他们能够有这些特质的时候 未来可能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比较能够坚持下去 吞冷下去 那就可以跳脱贫穷的家庭 在热情的高雄过了一夜 市长陈菊和社会局长姚宇静 送上新路一家工厂的香蕉蛋糕 和毛巾水等补给品 小小骑士也带着大家的祝福和鼓励 不为艳阳高照 再度踏上艰辛的换台之旅 开赛台湾 希望无限 港 港都新闻李正道 赖昌邦采访报道 产官学合作又创下了新的一页 师傅教育局周五展现了 高职与产业合作向上延伸的成果 出城了中正高工一手大学和知名科技公司 与经济部加工出口区合作 举行了签约仪式 透过另一种新形式的产学合作 让学生可以同步累积专业智能与工作年资 让技术无缝接轨 在平板电脑上签下各自的名字 象征产官学合作结盟正式启动 22号上午 市府教育局展现推动高职与产业合作 向上延伸的成果 促成了中正高工一手大学和知名的科技公司 与经济部加工出口区合作 举行了签约式 透过另一种新形式的产学合作模式 从校园就培育人才 我们现在您进到了一个时代 就是要很分重式的培养人才了 我是封装产业 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我要给他什么样的专业实物 那他还有往上升的可能 六七年以后 其实就培养出来就是工程师 但是你在进修部的这一个阶段 16岁以后这个阶段 你不再是一个打零工的性质了 而是你得到很好的专业培养 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 是我们还要继续推广的 今年九月份开学 中正高工有40位的一年级新生 即将透过这种合作模式 进入到科技公司办公办读 未来还可以直升大学 七年后就可以成为科技公司的员工 让学生对于未来都充满期待 因为现在在上的东西 跟你以后出社会的东西 不一定是一样的 他推动这个计划的话 就是说让你学用的落差 不会那么大 所以就是 就是等于你一进去 就可以直接开始学现在的东西 是一个蛮好的计划 这位在高一时 就已经先进到科技公司办公办读的大学新生 也分享这三年来在职场上学习到的心得 我就觉得在这边工作不错 这边升迁也不错这样 那人际关系这样培养 也可以学很多学校学不到的事情 公司有提供专业学习的方面 那我觉得这样不错 这样学到专业 学校课业也能保持这样 不同于传统的建教合作模式 不会中断工作年资 也不会造成学用落差 让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可以进入到职场 一边学习基本专业技能 也可以提早适应职场环境 甚至是就学等同于就业 他是完整的从高一到高三 就直接衔接过来 一来的话 他可以累积职场的经验 而且他们16岁就开始投保劳保 他就可以开始累积他的年资 工作年资 而且他学习不会中断 所以说他基本上从基础的技术 到工程师的养成 也就是一气合成 也是在七年之内完成 所以从学业到学生的专业能力素养 都可以在这七年之内 可以做一个衔接跟完成 教育局这一次结合产观学合作 不仅协助学生兼顾学业与生涯进入发展 也为在地产业留下人才 我们一再说 这个与国际接轨为未来准备人才 同时跟在地产业的发展 人才需求完全能够无缝接轨 那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的目标 教育局也积极朝向推动 高中职学校与业界 大专院校相关合作案 鼓励青年学子在地就学 在地就业 不仅能够提升就业竞争力 也提供了产业稳定基础技术人力 共创学生 学校与产业三一的局面 港督新闻 李正道 薛婉珍采访报道 高雄应用科技大学与市府合作 共同推动银法族竞争型计划 鼓励社区与机构长辈 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高音大表示 学校拥有丰沛的体式能师资跟设备 希望结合各单位整合资源 将运动健康的观念 从校园落实到地方 倒数声中结合学校 社区跟机构的运动爱台湾 因法独体式能计划宣布正式展开 负责这项计划的高雄应用科技大学 不仅全台乐林大学学员最多 体式能设备及师资也十分完备 校长杨正宏希望透过各单位 吸手整合资源 让影像健康在地老化的观念 落实在高雄 运动是应该整个点线面 一起来推动的 如果说当名靠高音大 我想资源是不够的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高雄市的相关机构 不管是医院社区还有医生 或者其他的相关协会都愿意来配合 我们会特别去支持高音大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透过他们提过计划 然后的话由我们市政府这边发函 然后是体育署 那将来以后我们这个体育署这边 会去作为这个中央跟学校这边的 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 对于高音大体式能师资 将到社区协助长辈养成运动习惯 李长也很期待 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 又是全国全国的一个名师注入的话 我们当然是更高兴 所以我们所有的长辈都非常期待 这样一个活动 让他们有一个学习 不同非常新鲜的一个活动进来 高音大国民运动中心 拥有完备的体式能设备 除了提供民众运动环境之外 也安排课程学习 像这对母女党因为母亲失智 曾经心情沮丧 不过参加体式能课程之后 生活整个改观 我记得我两年前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家都说我不会笑 可是你看我现在很开心 最主要就是来上了体式能之后 你会输压 认识好多同学 这样子 人生都是这样子 快乐 在这边上课就很开心了 对 为了鼓励长辈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 运动爱台湾也将举办 月曆明清征选 欢迎65岁以上阿公阿嬷踊跃参加 只要是涉及高雄市呢 65岁以上你有运动习惯的 请你来报名阿公阿嬷阅历的 那个征选活动 我们有团体组跟个人组 那这个阅历呢 就是你会出现在阅历上面 活到老动到老 运动不但让身体健康 心情也更加愉快 高病大将运动风气 从校园带到社区 期待每个人都能够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运动爱台湾 港都有下高龄城市 高雄站 港都新闻张世民王思武 采访报道 天气这么热 想要出门玩乐 最受欢迎的还是水上活动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就在今年暑假 推出了手作木船下令营的体验活动 要让学童以传统手作木造船的方式 打造出可以下船航行的船只 观光局长曾滋文也特别动手 体验制作木船 并且下船感受敞扬爱河的悠游自在 高雄市观光局长曾滋文 手上拿着螺丝起子 体验手作木船的乐趣 这是观光局与中山大学 共同推出全台首创的 资历赵州下令营活动 目的是要让学童们 以高雄在地传统手作木船的方式 打造出可以下水航行的船只 高雄是一个海洋的都市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水域活动 都受到很多的欢迎 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夏令营的部分 特别针对我们这个爱河的海域 有一个体验式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 所以我们就由我们的这个团队 来让我们的学生自己去亲自去做 这个州 造州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 就是一个自立造州的这个夏令营 手作木船依据独木舟形式改良 主要使用木头当骨架 船身再使用PVC透明板布 一艘可以乘坐两人 其实这种木造船的技术 已经失传许久 幸好经过多年研究 技术终于再次呈现 我们会希望说 如果可以让小朋友 在一个非常安全 我所谓的安全就是说 我们有借户船 我们有救声音 我们家要如何航行 家要如何自救 那这个种种的条件是非常安全的时候 他就愿意去清净这个水 那他就会愿意去做更多的尝试 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那个 因为我们第一 我跟哥哥第一次来这里玩 然后自己坐船 然后自己要下水去划船 看观光局长曾滋文 乘坐木船悠闲的长阳爱河 让人毫不羡慕 为了推广暑期高雄旅游 高雄观光局 今年举办了许多丰富的营队活动 我们暑假夏令年很多 包括我们的动物园 也有推出这个夏令年的活动 那动物园的这个活动 当然包括很多动物的保育的观念 一些教育的夏令年 另外还有就是夜宿 我们在动物园的 这样的一个夏令年的活动 另外我们还有很多 包括工厂的一些手作的体验 高雄市观光局 用心推出多元化的夏令影活动 有生态保育及生命教育 还有多种DIY体验活动 都邀请亲子共同来到高雄 重新爱上高雄夏季的特色魅力 港都新闻 吴炳源罗绍军采访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福观众朋友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远的老朋友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也是要用心来传承认 好后这边的人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警察 看见在地人的心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每个早上我们都准备出发 不管这时也有什么 不管国家也有线电视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 因为这二十几年来 整个高雄市民博物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永远的老朋友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丁头是台湾传统的文化 代表这种在地的精神 所以就知道我们现在辛苦 我们也是要用心来传承